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高端这件事 要站在全世界前面 所以现在台湾请全国之力要开始招募 做第一剂打莫德纳 第二剂打高端 或者你第一剂打AZ 第二剂打高端的混打实验 台湾不让AZ混打MRNA 却要推动莫德纳或者是AZ混打高端 难怪我阿中部长说 我们不这样做没办法站在全世界前面 我们的民众敢站在全世界前面吗 鸿刚来介绍来到节目现场的来宾 邀请到赌神小谷 大家好 好 邀请到台大工卫学员教授 陈秀希老师 秀希老师 阿官好 大家好 残影专家 赖先生 憲哥 阿官好 大家好 资人媒体人 邱明宇 大家好 邀请到介事专家 谢松散 阿先生 阿官好 大家好 前行使警官 高仁和 阿官好 大家好 节目一开始带您来关心的是 中国整肃大刀现在挥向澳门赌场 为了要防富豪洗钱 中国监管铁拳现在挥到了澳门 宣布了九大方向 而且因为这个新的宣誓 博弈产业市值一天竟然蒸发掉 新台币5000亿 澳门博彩的股票出现了雪崩式的下跌 包括像永利跌幅一天跌掉34% 创下史上最大跌幅 我们来看中国主播怎么谈这一次的 澳门赌场监管风暴 政府将成立一个赌博业中央监管机构 对政府说把各个赌博监管资源 整合为一个机构 成立新的赌博监管局 可以更快更有效的应对新兴趋势和产品 好 杀完腾讯 杀完网易 杀完游戏 杀完艺人 杀完补教产业 现在要杀澳门赌场了 只能说中国监管的手势越伸越长 升到澳门也升到了博弈产业 话说澳门政府宣布去修博彩法 昨天香港证交所有关博弈的相关产业 我们现在看到它指数是整个下跌 这两天就蒸发了180亿美金 刚刚讲了台币5000亿台币 等于说三分之一的市值一天就起来了 其中我们看几个博弈产业的龙头 像金沙中国这两天就下跌了38% 那永利澳门的话这两天也下跌了32% 他昨天刚刚阿关讲了 下跌34%是史上最大跌幅 那另外几个像包括美高煤 银河娱乐 澳伯控股 跟这个新豪国际 通通都应声下挫 所以你就知道说 对这个博弈产业影响是非常的大 但是为什么 手要伸向澳门赌场 恭喜都是为了防止富豪洗钱 对 你讲得很好 那为什么中国富豪洗钱有很多方法 我记得我在你节目讲过 他们透过影视业洗钱 但是现在另外一种 透过了这个毒舱洗钱 也是一个手法 这个是其来有致 那其实澳门有一个最有名的行业 叫做博彩中介人 以前这个叫做蝶马仔 我讲简单大白话 譬如说我是VIP 我去那个VIP 那我去到了这个澳门 就有那种中介人来 我招待你住六星级饭店 吃好住好 连你这个帮你理车 从机场送到饭店 然后让你餐餐招待你吃龙虾牛排 然后帮你换钱 然后他就收拥 小玉你是VIP 我当然不是 赌这种一两百块的怎么可能 我有一个朋友 他们那个赌都上千万起跳 那他们都是在贵宾厅嘛 对 这种VIP 所以就会有这种博彩中间人 他这个帮你做一条龙式的服务 收取抽拥 那坦白讲 这个当是正当的 可是呢私下的 就是所谓的洗钱了 所以他洗钱帮你这个富豪洗钱 中间人也帮忙洗钱 对 那他怎么帮你洗钱呢 通常我们来讲有三种手法 第一个就是说 为什么喜欢透过博彩中间人 因为我透过博彩中间人的话 阿官你拜托我 我是中间人 你拜托我洗钱 我就用我的名义 那你的包括你的资料 你的这个所有的资金 通通都保密 变成我是你台面上的人 这是第一个 所以我要买尼玛是透过你去买 对 所以赌场只知道是你去买 不知道是我去买 对 好那你讲得好 身份跟资金来源是保密的 保护客人 那你讲得好 你透过我 我去买尼玛 我先跟各位观众讲了 什么叫做尼玛 尼玛跟筹码还不一样 不一样 对 筹码是可以直接拿来换钱的 譬如说我们去赌场 我换了五百块筹码 那我再把五百块 尼玛是不能换现金的 尼玛就是纯粹 一定要在赌桌上赌掉 换成筹码之后才能去换钱 对 但是有什么好处呢 可以折扣啊 对 通常我拿八千块的这个 我花八千块现金 我可以换到一万块的尼玛啦 尼玛 通常我就是八千块现金 只能换八千块的筹码 但是我可以拿八千块现金 换到一万块的尼玛 这个就是 尼玛 对对对 好 那OK 那我再回过头来 我一定都换尼玛 好 那回过头来 你不是透过我来洗钱吗 对不对 那你的资料身份 你就保密咯 那我要怎么洗钱呢 好 我大概几种方法 第一个我就透过 憲哥 先生 仁和哥 他们用现金来跟我买 来跟我买我手上的筹码 或尼玛嘛 对不对 那他们用现金来跟我买 然后我的这个钱 不通通就洗掉了吗 是 对不对 那第二种就是说 通常我后面还有一家公司 所以基本上我通常用 公司的这个资金来出面 那我再用支票再开给公司 所以这种可以避免 追查这个金元来流的这个方法 总之博彩仲介人帮VIP 不管是买尼玛还是洗钱 对 他就是断点了 对 我跟你讲 事实上你知道这个博彩仲介人 在澳门都是合法的 他们必须要没有黑道背景 可是现在就是被这个给打破了 那除了这个我刚刚讲的 博彩仲介人之外 另外这个澳门的赌场 真的变成一个洗钱的天堂 那我讲几个案例给大家听 第一个他们是独销 最喜欢聚集的地方 独销 对 独销 那大家都想到说 看电影也知道嘛 譬如说我带了这个海洛因 大概一亿的海洛因 价值一亿 我通常就去酒店的VIP 我跟你交易 现在已经没有那么怂了 我拿这个海洛因给你 你给我现金 不可能这很容易被抓 所以通常你是买家 你会给我尼码或筹码 对 你给我尼码或筹码 对不对 那我可以 要么我就选择我在赌桌上 就把它这个赌掉 就把它洗掉 对 或者是我筹码 就直接换现金 我不是过一手了吗 是 对不对 所以这是第一个 比如说独销 就怎么喜欢在先交易 对 那第二个 第二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很多的这个豪赌客 一直签金 什么三年输掉一亿美金 然后三年输掉几百万 那真是败价子 那你会觉得那你这么傻 你一直输一直输 输了两三年 你怎么还是一直去 那你就应该换一家 对不对 错 这就是一个洗钱的方法 为什么 比如说我已经输了一亿了 我输了一亿 那你这个你要鼓励 你是赌场啊 你要鼓励我继续赌嘛 你是不是要提高我的信贷 我没钱啊 你要借我钱啊 那你就提高了我的信贷 特别是VIP 其实是不见得需要 带钱去赌的 对 不用啊 它是有一个扩大的 对 那我就直接去 你就提高我的信贷 到一千万美金哦 那一千万美金之后呢 那我这笔钱还是要还你嘛 我就回到中国去之后 我透过汇款的方式 我再把钱汇给你 这样不是就洗了吗 就把钱洗掉了 对对对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好赌客 借由输钱 然后提高信贷的一个方式 所以他那个书是假书 他跟董事讲好了嘛 对对对 我就假装我输给你之后 我再假钱 借钱给我 还钱给你 第三找是最简单的方式 也是最常见的方式 就是走私现金 怎么走私现金 譬如说我是中国的赌客 我这个黑钱 我到了一间商店 那那间商店呢 就会帮我找几个散客啦 包括像献哥啦 这个阿仙塞跟仁和哥 他们就帮我带这种小额的现金 譬如他帮我带二十万 五万五万这样子 因为每个人有个限额 可以带几圈 对他帮我带到了澳门去 就交给我刚刚讲的 那个博彩中介人 那他不是又开始 又有这个什么倪马筹码啦 就用这种现金 开始用筹码来换现金的方式 来洗一圈 这个是最简单的方式 我找散客帮我带钱 但是如果金额庞大 你要找多少人啊 对那所以这个就是 比较小额的啦 那最后一种就是说 卖尼玛洗钱 我们刚刚花一番时间 跟大家讲尼玛的一个事情 那你这种就适合大额的 譬如说我八千万 我拿八千万现金 我跟这个赌场 我买一亿元的这个尼玛 为什么 因为我们刚刚讲过 八千万可以换一亿的尼玛 好那我换了一亿的尼玛之后 我就再找九折 我拿九折我就去分 就是献哥你要不要跟我用 跟我买 我用九折卖给你 那献哥本来叫赌对不对 对他本来叫赌 真正的赌客 他不是我的洗钱 没错 那你就把尼玛打折 卖给赌客 对那其实我这样还赚嘛 那你就拿到现金了嘛 对我就拿到现金了 所以这个也是过一手 洗钱的一个方式 好所以现在 中国的金管风暴 已经要砍向澳门赌场 让澳门赌场的股价 出现了崩盘式的下跌 但也有可能烧向台湾 为什么中国的金管风暴 竟然会烧向台湾呢 我们来看 因为台湾有内湖一条街 被称为博弈代工街 大家都知道 内湖有产业园区 但很多人不知道 在产业园区里头 其实有所谓的博弈代工一条街 博弈代工一条街 现在竟然转向成为洗钱代工 所以现在很多业界的人担心 这把监管风暴的火会烧向台湾 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 2019年就被查获一家 叫做易志伯 易志伯非常有名 还在104开始招揽 招揽这个人才有没有 他就被抄了 他也是洗钱 他洗钱金额之庞大 一个星期洗了50亿的台币 一个星期就可以洗50亿台币 一年就洗了2600亿 2600亿的金额 是比一年的毒品的交易 都还要高上数十倍 高上十倍左右 所以就知道他洗钱的能力多强 那更讽刺的是说 因为易志伯是台湾 我们的经济部核准的 一间合法营业的公司 那你对这些 很利物那些博弈产业 也通通是合法的 不然怎么在人力网站上 还要招募人才 对啊 所以你就对这些 对这些洗钱的人来讲 我找到一个合法的保护伞 那他透过这个线上的核关 我先收钱 客服人员 我不能说核关 客服人员 客服人员 我收到的这些账户 来自的这些钱之后 我有三种手法 我可以来洗钱 第一个呢 我是先用切这种小额交易 小额交易 比如说我可以透过 佛存啊 订存啊 旅游支票啊 共同基金 外币存款 黄金存折 多个账户 我来做这种小额的交易 那第二种方法 他们要把这种 搞得越复杂越好 就让你追查不到 这个金流的来源 我用多次的交易 一天啊 多地的交易 甚至我去买 其他国的这种 这个共同的 这个货基金 或金融商品 对 我就用这种 多把你复杂化 我让你追查不到 金流的来源 对 第三个 更聪明了 我把它这个 非法变合法 比如说我拿来的钱之后 我可以去投资房地产 我可以做生意 我可以买跑车 买奢食品 甚至我还可以还贷款 这种手法 都是让你没有追 没有办法追查 我最后要讲是说 我刚刚不是讲吗 一个礼拜 可以洗50亿台币 你知道这间公司 这家公司是被抓到了 对 一直2019年被破获了 你知道这间公司 光是靠抽拥 因为它抽拥按%数 可以抽1%到1.6%的 比例来抽成 所以公司一个礼拜 至少可以赚 5000万到8000万的利润 你说厉不厉害 好惊人啊 好 所以我们回来谈 这一次的监管风暴 烧向澳门赌场 小谷是职业赌厨 所以来谈一下 澳门赌场现在据说 最夯的帮人家洗钱 是太阳城 对 是太阳城 其实它最方便的就是说 它比银行还方便 太阳城比银行还方便 它比银行还方便 它利息比银行高 而且它不但说 它领钱还比系列汇款方便 比如说如果今天我要汇给你 我只要一通电话 我跟他讲我那个还有密码 名字密码 那我说我要给谁领 那我给你一组密码 跟你讲你就可以领了 或者是你要 你要再转给他领也可以 所以中国富豪是把钱放在太阳城 而且你可以说 比如说它不一定要在澳门 你在柬埔寨或者是在菲律宾 它都可以领 全世界有太阳城的地方你都可以领 那是要有太阳城赌场的地方才能领吧 对 所以全世界只要有太阳城赌场的 你的钱都可以在全世界流通 对 但是基本上来讲的话 你到哪个赌场的代理 你来讲说我太阳城的账号 它也可以帮你出金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比银行还方便 比银行还方便 而且它一通电话马上到 对 还有利息 所以据说很多大陆的富豪 是把钱放在太阳城里头 但现在卡住了不是吗 因为现在监管风暴扫到太阳城 而且扫到所有的澳门赌场 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是用一个理由说 它可以提供为非法网络博弈作为金流 然后它说它很多贪官这些东西 它都把中国到那边富豪 它把钱放在里面 是 对 所以用了这个理由就是说 防止他们洗钱嘛 所以现在不让他们领钱去说 对 所以我们用脚膝盖想 就知道说这个也是真的嘛 但是它现在它就扣住它的钱 它就说它是做 它本来人家这是合法的嘛 然后现在就用这个理由 把你扣住 它说扣住这个钱 那扣住这个钱之后变成 那现在大陆富豪存在太阳城 照护里的钱通通通拿不出来了吗 拿不出来 那怎么办 所以说现在已经有那种 他们叫什么苦足 类似像我们台湾自救会这样子 对 那时候也有人叫我说 现在就是要等于要跟高层斡旋了 因为他当时 跟写斡旋跟赌场斡旋嘛 跟赌场斡旋嘛 对 他们的代表人 他们不是叫赌场 应该叫赌厅啦 然后它有一个中介公司 太阳城公集团这样子 那他代表人当然是周挫华嘛 那周挫华当时是有向那个媒体讲说 他是有宣称说 他六折还六成这样子 但他后来也是没有 还没有做到 你讲的是喜米华是不是 就是我们讲的喜米华嘛 就是喜米华 所以喜米华在事情发生的第一时间 他说他愿意用六折 把钱还给这些富豪 对 但他不是一段时间 是到后面已经有点太多自救会的 这样的时候 他才这样讲的 六折啊 我钱放在你的账户里头 那是我的钱 还我只有六折啊 就是没办法 他的钱已经被 那他有没有真的还给人家呢 那他们真的还给人家呢 没有没有 那现在怎么办 他现在可能在想说 哪一些可以说 就我还了之后我没有问题 不要说我还了这一部分 结果被发现这个人是黑钱 不是 我还了这一部分 只有你其他人来找我的收 又不肯六折 那这样会头痛啊 所以说现在的话 如果说我们去斡旋的话 大部分都是五折 所以现在五折拿得出来吗 可以 小谷你说 但是你要必须要跟 他们的高层有认识 有收 所以小谷你刚刚说 因为现在奉生贺利嘛 所以很多付我的钱拿不出来 那有人找你去 瞧这个事情上 那找我的人 他其实是之前在世界各国 做那种非法的网络博弈的啊 然后他先 他就是觉得太阳城的钱方便嘛 他把钱 他大概有四五亿放在太阳城 折二台币 换算台币 大概四五亿放在太阳城嘛 那怎么办 那拿不出来嘛 那拿不出来 那打五折只剩两亿耶 不是 打五折还不见 不见得人家让你打五折拿 他现在是都不出 不可以拿的啊 不出金啊 对不出金啊 那所以说他找我的时候 我去问的时候 是可以最多拿到五折 最多拿到五折 那我跟他讲说 那我这边的手续配 就是这个五折 你拿到这个钱的20% 我才做 你有给人家20% 你还在要手 我没有很要手 他那个也是不益之财 我赚刚刚好而已啊 对不对 不知道他也不是什么好人啊 我赚刚刚好而已啊 对不对 然后后来他说 我说那你就是 你就是把这个钱 就是他太阳城 你去签名文明 这钱已经给你了之后 你就要当场 就要拨到我澳门的账户 他说 叫我帮他汇到台湾 我说 我不负责帮你汇到台湾 你汇到台湾 我只能让你在澳门来刷 汇到台湾那是你的问题 然后他坚持一定要到台湾 才把这20%给我 他要安全看到钱啊 对我就说那你别找我了 因为出国现在很麻烦嘛 又要隔夜啊 不是 可是我在澳门 是可以给你钱的啊 好 那我回来讲 我们就不讲你的案子 我们回来讲 其实很多富豪高官 大陆的富豪汉高官 透过赌场洗钱 刚开始都是泥马 但其实刚刚小玉也讲 泥马是不能直接去换钱的 所以他们怎么样 把泥马变成筹码 再把钱给洗出来 泥马变筹码 他是不是要在赌桌上 泥马要变现金码 其实是非常容易的 可是问题是你在赌桌上 有数有贏 不然你如果撞起来 你如果撞起来 有可能啊 那你就 大不了你就摆下热 一边压妆一边压险嘛 一开 开妆的话抽5%嘛 那钱赢的时候 他就不用抽嘛 那这样子折中下来的话 你也抽 2.25%而已啊 什么意思我听不懂 就是说 如果他要在赌桌上 他不想输掉 可是他又必须 泥马透过赌桌 换成筹码把钱洗出来 他就用摆家热 一边压妆一边压险對不對 那一边压妆一边压险就 如果说开妆营的话 一定败手嘛 原则让平手 妆营的话 要抽5%手续费嘛 那就是说你 那他差别只有差在妆营的时候 他要被抽一点水费嘛 对 那他就只要扣那些水费 他就可以把钱洗出来了 我当比喻好了 假设你妆 弦压100万 妆压100万 那开妆的时候 就抽掉5%嘛 就是 那就是 就是 开妆的时候 就是95万 你就拿回95万了嘛 就洗掉95万 就洗掉95万 95万 你拿回来嘛 那开闲的时候就不用嘛 那他不会一直开妆 他妆嫌妆嫌这样子啊 所以你又压妆又压嫌 如果不管水费 你是一定平手的嘛 你就不输不赢嘛 因为他有开妆 没有到不输不赢 会输一点点 就是我刚刚说那个水费嘛 如果不算水费 你是不输不赢嘛 但如果把水费算进去 也只有在装赢的时候 才要扣水费 所以平均算下 可能只有2点多%的水费 那也好啊 我如果100万的妮玛 可以洗98万出来 还是划算 但他通常洗钱 赌场如果说 你如果说是比较多的钱 他不会用这种方法洗